打光的艺术 给你们看一下 打了光和不打光的区别 一个是室内的自然光 一个是稍微用了一个小道具拍出来的效果 拆下来给你们看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 大小的话跟手机差不多大 这个我淘宝300多就买了 首先因为那些专业的灯都比较贵 这个300多和那些专业的灯的价格相比的话 真的是便宜太多了 其次呢就是 我家也没有那么宽敞的空间 去放下那种很大的打光设备 所以我觉得这种小小的灯呢 对我这种穷人来说 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了 平时打光呢 我买过反光板柔光箱 还有相机外置的闪光灯 但是每次用呢 都感觉一个什么呀 一个大动干戈 声势浩大 大可不必 摄影是光的艺术这句话 相比在很多视频里都听到过 所以呢自然光有时候真的不太够 有时候打光呢 也不是一味的追求 那个亮度特别的亮 有时候在拍同一个物体的时候 你不同角度的打光 都能出现不同感觉的那种照片来 可以拿来身边的一些道具来演示一下 就是不同的角度的感觉 哇从左边打过来 半边脸都在阴影里 而且会显得我半边脸好肥啊 简直是阴阳脸啊 太丑了 鬼啊 这简直是鬼片好吗 这是灾难 顶光真的显得脸好黑啊 尤其是这种顶光会显得鼻子很突兀 鼻子很大 背光的话 背光还挺美的 背光拍一些剪影 然后就是稍微偏一点正面的打光 还比较好看 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些比较有趣味的啊 就是之前我在淘宝买了两个蛮有意思的小灯泡 就几块钱 然后质感也非常的塑料 但是呢用这两个灯泡能拍出一些很不一样的照片哦 比如我们来打一半嘛 就是比较阴谋一点的照片 只打半边脸 剩下半边脸呢 在阴暗处 情绪完全烘托到位 像这样的灯光再配上阴谋的眼神 绝了 另外一个色温的灯泡呢 我们来配合手边已有的道具 来拍一点比较酷一点的照片 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啦 不知道这期视频看完以后 你们有没有又被我种草了这个 小的这个打光的灯呢 或者是这个很便宜的这种小灯泡 生活中呢其实也没有很多的大江大河给你去拍摄 很多拍摄的乐趣还是